汽車踏板卡住別慌 快用保密四招 這樣就卡住了 汽車駕駛一定要避免 油門和煞車踏板被卡住 除了不要隨便裝 非原廠的腳踏墊 不要鋪兩層腳踏墊 也不要亂丟高跟鞋或寶特瓶 萬一不小心發生踏板卡住 緊握方向盤用第一招 排檔桿 排空檔 這時引擎沒了變速箱負載 瞬間超轉 電腦會立刻斷油吸貨 還有第二招 降檔 從第一檔往下打到二檔 讓車子能夠慢慢減速一下 第三招 拉放拉放走下車 不要一下子拉到底 容易讓後輪鎖死 千萬不能打R檔倒車 後車會遭殃 快用第四招 都沒什麼太大效果的話 最後可能就要犧牲車子了 用3D來做摩擦面 稻草堆或者樹蟲 平常就一定要保持駕駛座的盡空 不能把瓶瓶罐罐隨便去丟到駕駛座 因為它很容易卡住油門踏板 跟煞車踏板 別錯過相關新聞